一场生活当中 气道义务耿组经常会发生 这个时候要用海事手法进行急救 而海事手法抢救成功率能达到95% 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 海事手法真正的操作流程 发现有人气道义务耿组 迅速跑到双缘后方 直到双缘 双腿自然插开 要以步骤的操作流程 弓箭步的形式固定住伤员 单侧拳握空心拳 对准上腹部 就是齐上两横指 另一个手黄抱过来 直到伤员自然前倾 向患者后上方提拉发力 一秒钟一次 一 二 三 好 气道义务耿组一解除 操作完毕 以上就是海事手法标准流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